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反转恐怖故事 等车 万圣节这晚 一个老奶奶在车站等车 不一会儿来了一个装扮成吸血鬼的女孩 女孩面色不悦 怒气冲冲 老奶奶被她吓了一跳 不一会儿 天空响起了雷电声 女孩查看天气预报 信息提示今晚会有流星或者太空垃圾穿过云层 接着女孩的好友发来消息 问她冷静了没 原来女孩刚刚是和朋友发生了争执 这才愤然离场来到车站 眼见好友主动求和 女孩的心情也好了起来 还将自己的巧克力分给了老奶奶 但是灯光在这时闪了起来 手机信号也断断吁吁 四周不断传来奇怪的声响 气氛十分诡异 不禁让人感到一丝害怕 但好在有老奶奶的陪伴 女孩才没有黄神 这时女孩发现四周有闪光的眼睛 正在靠近她们 就像是丧尸一样 女孩赶紧叫醒昏睡的老奶奶 但是老奶奶也是一脸惊恐 女孩赶紧将老奶奶挡在自己的身后 丧尸也在这时逐渐靠近 然而丧尸却停在了他们面前 原来这是三个假扮丧尸的劫匪 正在他们准备打击的时候 公交车来了 劫匪见不好下手 于是离去 但是不知怎么的 这趟公交车不载人 女孩只好继续等车 这时朋友发来信息问她到了没 派对那边人都已经离场了 由于信号中断 女孩没看到朋友发来的下半条信息 于是她站起来寻找信号 却没发现几个劫匪又回来了 并偷偷在身后准备袭击她 老奶奶想要告诉女孩 但是被捂住了嘴 接下来让人惊恐的一幕发生了 老奶奶的脸居然掉在了地上 再转眼一看 老奶奶脸上只剩一个黑洞 接着黑洞里冒出的怪物一口吞掉了劫匪 女孩因为戴着耳机 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动静 而劫匪的两个同伴看到这一幕都吓坏了 还来不及反应呢 一个人就被怪物解决了 另一人逃了一会儿也没能幸免 之后怪物回到了车站 凑近女孩似乎也想将她一起吃掉 女孩在这时收到了好友的另一半消息 原来好友依然在等她 女孩开心地恢复好友的消息 全然不知怪物正在靠近她 这时公交车来了 怪物急忙变回了老奶奶的样子 女孩回过头跟老奶奶挥手告别 随后上了车 在女孩走后不久 一架飞船来到公交站接走了老奶奶 原来老奶奶是一个外星人 而天气预报显示的流星 就是这架宇宙飞船 女孩也因为自己的小小善举而勉为一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 半夜千万不要一个人出门 谁知道你遇到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毕竟啊知人知面不知心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